大家好 现在是茉莉花的圣花期 那么茉莉花在这个圣花期呢 只要我们养护得当 它就可以花开不断 而且可以开第二次第三次花 那么像我这一盆的话呢 现在已经是第二次开花了 那么可能很多花有养的这个茉莉花呢 可能就只开一次 或者是第二次非常的少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我们在养护的过程中呢 这几件是偷懒的 然后就会导致你的茉莉花呢 开花少或者是不再开花了 那么我们在养护的过程中 应该勤快做哪几件事 才能让它花开不断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勤晒太阳 茉莉花是特别喜欢大太阳的植物 就算是夏季高温季节 我们都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太阳底下 全日照养护 光照越足 它就越容易分化花芽开花 如果光照不足 那么它分化花也特别少 开花也会特别少 所以第一个要勤晒太阳 第二个要勤修剪 特别是每次花后的修剪是非常重要的 茉莉花每次开花之后呢 我们要从它的这个花朵底下 大概第二堆叶片下面呢 给它剪掉就可以了 然后每一次的修剪之后呢 它底部这个芽点呢 就会长出新枝出来 那么新枝的话才会开花 一般老芝士不会再开花的 所以呢勤修剪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就是要勤施肥 茉莉花的话 它在花期对肥的需求是特别高的 不管是开花前还是开花后 我们都要及时的给它补肥 那么我们等到它开完花之后呢 想让它开第二次 那么我们就要给它施一点 蛋磷甲比较均衡的复合肥 可以给它补充它开花消耗的这个磷甲元素 但是蛋元素的话又可以促进它这个新枝新芽的生长 所以这时候最好就是补三种元素比较均衡的复合肥 那么等到它的枝叶呢 开始封停不生长了 那么准备要开始花芽分化的时候 我们再来给它使用磷双成甲 这样子的话 它的吹花效果会更好 所以在茉莉花剩花期 这三件事别偷懒 勤快点做 那么你的茉莉花就能够花开不断 一次开花比一次多 好了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